我看他里好多鲍鱼卖不出去 我说鲍鱼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卖不出去呢 因为他们不是华人 对对那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那我就在这里帮他卖 就是说跟他做也做些宣传嘛 跑餐厅啊 据说那时候湾区很多知名的餐厅 基本上在这里活的鲍鱼都是出去的 几年之后原主人还是不堪庞大开支的负荷 便商请大海接手 于是在2019年 这座加州唯一一座采用暗示养殖法的鲍鱼场 有了华裔新主人 这是鲍鱼 哇 这是我们的鲍鱼呢 就是说 好大 好大 鲜鲜鲍鱼还长这样呢 有大有小 这是大一点的 那大跟小影响口感吗 通常建议吃多大的 有钱那是吃大的 太大了 哈哈哈哈